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公社点椒第11克 自动发电机的有效性 那首先我们讲的自动发电机 为什么会有一个有效性的问题 因为大多数的自动发电机 它可能不是新品 也可能不是完整的进口品牌 换句话说很有可能是一种拼装的 那甚至有可能是从大陆来的 那第二个部分它可能撑不到30分钟 可能因为油料存量的限制 也可能是因为空间的限制 大家知道燃油 用油去发电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空气的 那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可能它所产生的紧急电源容量 还不足以让所有紧急设备使用 那到大体上的所有的紧急设备有哪些呢 基本上有所谓的电梯 有所谓的监控系统 甚至我们今天讲的消防系统 尤其是消防系统里面的 它会有很多Pump 还有很多马达 那要同时启动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知道说 基本上它的紧急电源容量 到底是不是足够 那自动发电机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少数在转换了紧急电源后 它那个会有所谓的设备 当机或者设备存坏的情形 像一些电梯啦 停车塔啦 或监控系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的话 今天只是说短短的分享 更多细节内容 请各位上网络搜寻文章 就是所谓的公社点交的 25堂课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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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